所以不要再提防 穿着泰雅族传统服饰 站在教室的讲台上 透过投影布幕跟国小学童互动 台中教育大学 这位正妹女硕士生 罗佩贤是一名泰雅族人 她毅然决然放弃了空姐的工作 前往新竹兼实国小教书 考上空服人之后 也没有如预期的 就是很顺利的飞啊 然后去世界各地这样子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就其实有留置停薪 然后我就回到了部落 她说她原本是 中国东方航空的空服员 三年前受训后 因为疫情回到了台湾 放无薪假 只好到国小当代课老师 而这一交产生了兴趣 决定放弃空姐的工作 报考台中教育大学原住民 公费生加入教育的行列 有挣扎过 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了 就是教育这条路 尽管疫情解禁后 航空公司重新提供工作机会 她挣扎之下 还是决定留守在偏乡 并且用教育传承太阳文化 另外罗沛贤的姐姐 原本也是要学专业 跟着妹妹的脚步投入教育 透过科技结合 新式原民故事教学法 希望进一步带动偏乡教育 改善原民实质不足的问题 TVBS新闻所谈的量发音台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TVBS新闻网均